各位藏友,大家好,感谢收看北美郑南堂收藏节目 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恭祝各位朋友们新年快乐 今天要给朋友们分享的是一件咸丰时期的文房用品 是一对,不是一件 称是银定型、坟采、虫草、花卉纹、三尺笔田 笔田在清朝属于文具小九件之一 笔田主要是用于毛笔占墨后 在一个四小盘的器物上把那个笔尖上的墨抹匀 笔田虽为小气,却有大样 通常笔田都是一尺或者是二尺的 三尺的笔田是非常少见的 笔田是属于文房用品 是古代文人掌中真王的传统用品 近几年来,文房用品在艺术品的拍卖市场上 可谓风光无限 作为普通收藏者 受财力所限,能收到此对笔田 也算是很幸运的 在这件器物上 这个白色的右面是非常的银润 背面是会有防红彩 画的那种翠竹 看那个白色的右面 是不是很油润的那种感觉 这种器型也是很独特的 然后背面有防红 大清 咸丰 联制 六字 传书的本巢款 是非常的难得的 看这上面的竹叶 轻盈 生动形象 整体色彩清新 文饰是非常的雅致的 只有少许的吊彩 基本保存的算是蛮好的 这个虫草文化的也是 非常的精致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上面的那个有 你看上面的蛤蜊光 还有那个 金边 那个精彩还是很厚重的 拖的还是比较少 保存的还是蛮好的 然后这个虫子好像是那个 蚂蚱 还是什么 不对 应该是叫炸蚌 对 是叫炸蚌 这件瓷器经过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是经过多少人的手 把玩过 那个精彩能保存到这么好 还真是挺难得的 彩头也是保存 保存得非常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点赞订阅并分享 请点赞订阅并分享 订阅并分享 请点赞订阅并分享